人狠话不多!俄罗斯军舰杀赴日本家门口演习,炮弹满天飞。 追随美国的日本因为领土问题并不想和俄罗斯那番,在外交上一旦牵扯。 俄罗斯日本往往小心翼翼,生怕因为得罪俄罗斯,要回北方四岛,而称,北方四岛,更加无望。 但是被美国牢牢控制的日本外交自由度是有限的,近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向俄罗斯反弹,日本也持核实的帮腔,一下子惹恼了俄罗斯。 4月26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披露,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从4月20日起在日本海进行联合炮击演习,俄海军特立布辞海军上将号,维诺格拉多夫海军上将号大型反潜舰和挖两个号导弹巡洋舰,对魔以敌方火力点和作战装备的岸上目标进行猛烈的实弹射击。 日本海是公海,按照国际法任何国家都有权利在这一海域进行相关活动,但这里对于日本来说太重要了,因此日本非常敏感,一有风吹草动就会非常紧张。 俄罗斯在这里举行军事演习并且是对陆上目标的炮击演习,假想敌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了,对日本的刺激可想而知。 其实日本追随美国给俄罗斯添堵,早已不是第一次了,每一次俄罗斯向来是不多说话,不是飞机就是军舰跑到日本的家门口宣誓武力,日本也只能被动应付。 使用导弹攻击。 特朗普之所以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还有勇气挑战俄罗斯,很大程度上是得到了盟友的支持。 除了直接参与联合行动英法两国,日本的呐喊助威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就在特朗普声称要发起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之初,日本就表现出一呼寻常的积极支持态度。 12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声明,不但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下令发起的军事打击表示肯定,还声称将其是为阻止叙利亚进一步使用化学武器而迫不得已采取的行动,并表明了坚决支持美国的决心。 日本不但对美国军事打击叙利亚积极支持,对于美国的铁杆盟友英国率先对俄罗斯发起的责难也表态支持。 环球网3月21日报道,针对俄罗斯前特工及其女儿中毒事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同英国首相特雷沙梅通电话时表示,日本对俄罗斯使用化学武器做法提出谴责,期待能够尽早查明真相,并对此表示非常愤慨。 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就凭英国的一面之词就谴责俄罗斯,此举无疑强化了英国的主张,让俄罗斯百口难辩。 这对于已经因此而陷入内交孤立的俄罗斯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这种落井下石的行为无疑会被俄罗斯牢牢记在心里。 俄罗斯已经对日本的行为提出了警告,日前俄罗斯驻日大使加鲁金强调,美国对俄罗斯采取了很不友好的政策,我们不会无视这一现实,日美同盟阻碍了日俄关系的发展。 对于日本支持英国向俄罗斯发难仪式他也表示难以理解,并强调这严重损害了俄日关系。 作为日本的禁令俄罗斯有足够的手段敲打日本,日本对于这一点也很清楚。 在两个军事大国之间完平衡,一旦失误将面临着严重的后果。 如果日本一味追随美国打压俄罗斯,必将受到俄罗斯的强力反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